有一個路口呢 它是沒有紅綠燈的 我要左轉 我就看到一個路人在斑馬線上 一位大姐 他就在斑馬線上的正中間呢 就低著頭在玩手機 我就遠遠的 大概離他兩公尺三公尺 我就輕輕的按了一下他喇叭 我就要抬頭看了一下我 我就慢慢的從他旁邊 因為我覺得我過得去 所以我就從他身邊這樣子 慢慢的開過去 從他旁邊 我就車窗搖下來 我看他我開過去 他身邊他還不動 我車窗搖下來 我說大姐不好意思 這是斑馬線 是給行人行走的 不是讓你站在路中間玩手機的 他的反應是 他比了一個中指說 這只是我的路權 你信不信我 拿手機兼娶你 我說沒關係 我有行車記錄器 你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借你參考 然後他跟我比完中指 他就離開了 這個 我覺得行人在馬路上不能無正當理由逗留 可是現在規定 覺得卡一半 就是說如果真的斑馬線上有行人的話 汽車真的就是壘停等 你不能滑行過去 也不能繞過去 除非你 除非你可以繞過他三公尺以外 三公尺之內都是行人的絕對距離 那怎麼辦 對啊 給他扒下去啊 扒 我可以扒行人 可以扒行人 法律規定現在是我們必須力量行人 但沒有規定我們不能扒行人 對 因為扒也有規定 扒行人 耶 就可以扒他 那你也可以拍下來檢舉他在路上 所以我可以扒他 等一下是手掌的扒 還是 不是手掌的扒 不是扒 不是扒 是扒 我覺得自己現在可能要透過教育啦 沒有辦法透過法規了 對啦 就是那我們現在來聊聊現在最熱門的話題 所謂的路人條款 帝王條款 應該有帝王條款 我不敢講帝王條款 我上次才得罪一個路人 還有比你的那個嗎 應該說現在台灣 應該說所有世界法規都是行人優先 這個是一定的 只是台灣現在有一條會讓司機滿困擾的 就叫做 因注意而為注意啦 但有時候我注意我真的沒注意到 那就是你們的問題 因為你應該注意 因為有些人是綠燈 我看沒車 沒人喔 我要過去了 結果他是用衝著出來 他連停都不停耶 那個他會去考量說 你的反應速度等等 可是如果你是可以 明明可以注意到 我舉個例子 之前有也是這樣子 就是開車右轉 然後在斑馬線上 有一個小朋友在路邊玩 然後他蹲著 小朋友很小直 蹲著就更小直 我們有視線死角 所以沒看到 就給他攏連 還好只是輪子邊邊 尻到小朋友讓他跌倒 那媽媽就很生氣啊 就是要去提告那個駕駛 造勢委員會就是說 反正你身為駕駛 你就保護你車前所有行人的義務 那你沒看到是你自己的事 所以駕駛被判過失傷害罪 哇 對這超級麻煩 後來可是很好笑 是後來回到賠償方面嘛 因為小朋友現在就輕傷而已 然後而且台灣健保也真的很好 兩百塊就打發了 兩百五 兩百五 我現在要掌錢了 我們賠了對方兩百五十塊醫療費 然後對方呢 因為放任自己的小朋友在路上罰 在路上玩 監護人被處罰 罰單要罰五百還八百 更多 所以他罰更多 我們現在對於法規上 就是對於駕駛非常嚴格 你只要有一閃失 任何一絲絲的故意 過失傷害罪就會中 今天如果我是綠燈 路人闖紅燈 他雖然闖的是斑馬線 對 我不小心撞到他了 對 通常都會有責任喔 為什麼 我也有責任 對 你不要想 他闖紅燈 不是 我不是對方違規 就可以給他踩下去啊 也不是這樣 我不是踩下去啊 我是正常行駛 我是綠燈 前面都過了都過了 就是看說有沒有未注意嘛 因為法律上 你只要百分之一的過失 就算只有一趴 都會成立過失傷害罪 如果行人那麼大隻 從旁邊跑過來 他用跑的 你又看到你 旁邊就看到囉 你還沒煞車 那就是你的問題 那如果你因為這個闖紅燈的行人 踩了煞車 後面的車撞到你 對 那你可不可以去找路人理陪 後面的人會來找你們兩個理陪 那你可以跟法官說 我就沒過失 沒有 那後面的人也不能找我理陪啊 因為他是後面撞到我 他也沒有因注意 我也注意什麼的 那是他 沒有 那是有沒有保持行車距離的問題 哇 真的嗎 他只要撞到我 就是你沒有保持行車距離 可是假設是你擊殺 因為行人的關係 導致你擊殺導致後面撞到你 那最後你要不要陪 法官會去看說你有沒有過失嗎 那行人闖紅燈一定有問題 所以大家都可以先找他 在台灣開車 你要很有福報餒 你這樣不小心就有事餒